正照在手就業不愁 歡迎大家收看 中餐秉級技術室正照教學節目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李芳瑜 是的 今天要教給大家的是 302C式的菜色 裡頭包括了有三色煎蛋 還有我們的豆干炒高麗菜 以及培根四季豆 最後是鳳梨肉鬆炒飯 那麼裡頭包含的烹調技巧 之前都教過了 你還記得嗎 是的 我們首先先來看看 邱主廚的簡定小學堂 要告訴我們什麼樣的重點 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檢定小學堂的時間 檢定小學堂很重要 我們這一段呢 要自備用具 什麼是自備用具 好 再來就是 包裝飲用水 礦泉水 白塊水 一瓶以上 第四 我們的衛生手套 乳膠手套 那適時的 以衛生 口罩等等 來 第五 計時器 以不影響他人操作為前提 你不能說用 我們的數位的手機 會叫得很大聲的 當然不行 以我們小型的為主 那也希望我們所有的考生 一定要注意 我們自備用具的部分 接下來要介紹這一道的是 涼拌料理 培根四季豆 四季豆要怎麼樣 才會可以處理得 非常的爽脆可口 先來看看 需要哪些材料 四季豆的涼拌料理 是在普通不過了 不過裡頭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 什麼美美格格 什麼美美格格 真的 如果四季豆 你處理得宜的話 你要處理甜豆 荷蘭豆 或是葉菜類 都是非常簡單 因為四季豆 它比較有咬勁 對 它的纖維質 會比較粗 是 那如何去 去除那種青味 很重要 所以說 在這一道涼拌菜呢 我們會來用汆燙的 來冰鎮的 而且呢 這一道菜喔 其實你有時候也可以把它做成熱的 我待會邊做邊為大家來做一個示範 好的 來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怎麼樣來前處理 來 我們先把它洗滴一下 所以在加保存的話 你就把它頭尾掰掉之後 用紙包起來 就可以存放很久 對 比較久 要放在冰箱最不冷的地方 是 我們最底下把它冰起來 好 四季豆呢 其實是滿不錯吃的 是 來 我們的紅蘿蔔 紅蘿蔔 好 然後蒜頭 蒜拌 然後培根 也要洗一下 培根也要洗一下 對 這是加工製品 好 那我們先來處理我們的蔬菜的部分 這個比較嫩 我們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把它分成三等份 好 好 把它分成三等份 所以大概的這個 切斷的長度大概是三公分 對 左右 左右 好 來 這個我們用一個 碗口碗 這樣就不會整個砧板都是 髒細細的 好的 好 切成小段狀 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先把它丟下去汆燙 因為它比較硬 比較不容易熟是不是 對 好 需要花時間 所以你先放下來 是 好 來 我們把它汆燙一下 那這邊呢 繼續來切我們的 胡蘿蔔 所以胡蘿蔔扮演的角色 是配色 配色而已 好 配色而已 好 因為這個 配紅蘿蔔呢 是基本上是配我們的 最後的盤式 那盤式呢 有多我們的紅蘿蔔 我們就來切一點點 來當我們的 配色 好 因為這一道是我們四季豆為主 然後胡蘿蔔為輔 所以說呢 紅蘿蔔 我們就是一點點 配個顏色 不要說紅蘿蔔比較多 結果全部把它切下去 這樣 結果主角換人了 對 好 宣冰奪主 是 好 來 這邊紅蘿蔔是 來切我們的 就是裝飾的部分 盤式的部分 好 這個待會呢 一起把它汆燙 好 我們就擱在這邊 好 排隊在這邊 然後這邊在汆燙的時候 注意一下 這四季豆比較多 對 那我們把它攪拌均勻 它就不會有白白的 因為蔬菜呢 尤其是豆類 它的青味 青味特重 特別的重 那因為這個要做我們的涼拌 或者是我們最後把它拌炒一下 所以說它受熱沒有太久 對 所以說它沒有辦法 讓它的青味去除 那就務必要把它用汆燙的方式 因為其實涼拌的菜 就是吃食材的原味對不對 對 所以要怎麼樣把那個青味給去掉 我覺得是這道菜的學問 對 好 好的 來 一樣把它放進去 把它攪動一下 好 把它攪動一下 你也可以說這個比較多 你要急速讓它冰鎮 你假設沒有冰塊 你可以把它水倒掉 再把它放礦泉水 好 來 我們的這個胡蘿蔔片跟條 一併把它放下去 它可以同步去熟成的 好的 來 我們繼續讓它去煮一下 我們這邊也差不多 胡蘿蔔差不多了 來 我們現在把它放進來 一樣一起把它冰鎮 蒜頭 我們把它切碎 切碎 好 蒜頭拌你的角色是調味的部分嗎 對 好 帶出它的香氣 切成碎狀 切成碎狀 像這些啊 你要切碎的 切條的 我是建議所有的考生要注意 你慢慢的切沒有關係 你該是要切碎的 該是要切條的 你要該切菱形的 要想清楚對不對 對 你一定要交代清楚 如果你沒有交代清楚呢 我告訴大家 它一定會被扣分的 一定會被扣分 好 好 來 我們這邊培根 培根 要切成 小條 我們把它先對齊 把它對切 切成條狀嗎 對 主廚 我們這個中餐餅級 有沒有年齡的限制 因為你知道現在很多 其實國小的小朋友 學校有烹飪課 有 我們簡進小學堂 都有告訴大家 是 有年齡的一個限制 那當然總不可能 國小就去烤吧 來 我們接著呢 來 熱個油鍋 點點的油 來 少許的油呢 我們先把我們的 培根 以及我們的蒜頭 拿下去爆香 好 好 所以說呢 你所有的食材 切割完畢 那依序地 來做我們每一道菜 是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所有的食材 你把它切割好 你要按 譬如說 有一些是會的啦 或是湯品啦 你可以先做 那最後才做 因為需要花時間嘛 最後才是炒什麼高麗菜 煎個蛋啊 這樣子吃起來才會一致 有點熱熱的感覺 對… 然後涼拌菜的話 其實可以第一個做 因為它可以放到冰箱裡 是… 風味會更好 好 有時候 你把它當作是 你自己要吃的 吃的 裁判長 裁判呢 也是人的 把他當成你的家人 他也是人的 所以說我們呢 裁判真的非常的辛苦 你看一次 就要幾組 十二組 十二組 它一組 它就有六道菜 你看有幾道菜 它每一道菜都要去試吃 都要試吃 所以說呢 他們呢 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我們做出來也是一樣 秉持我們呢 衛生 以及正確的一個料理方式 這樣子對你以後呢 更有幫助的 好的 來 我們現在慢慢爆香 好香喔 很香很香 來 我們關上小火 然後接下來呢 做我們的簡單的一個調味 好 鹽巴二分之一小匙 好 來 鹽巴二分之一小匙 味素四分之一小匙 味素四分之一小匙 開水四大匙 好的 關小火 二 因為有油 好 最後是香油一小匙 好了 OK 好 來 這樣子我們簡單的一個調味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還是要把它煮開一下 是 把它煮開一下 其實很簡單 那我剛剛 芳瑜說這是一道涼拌菜 是 那涼拌菜呢 我們現在把它炒起來 讓它完全入味之後 把它割涼 再放個五分鐘 放涼再把它攪拌一下 那這是我們涼拌 是 那假設說 你要把它直接放進來 把它拌一拌 做成熱拌菜 也可以 也可以 好 來 我們現在呢 滾了就差不多 就可以關火了 對 我們直接 這個可以稍微倒一下 沒有關係 但是你不要碰到我們的什麼呢 這個碗的邊緣 對不對 對 好 來 現在呢 把水 現在把它甩一下 倒進來 好 盤式的部分呢 先把它 先佈置好 對 好 這樣 烤場都是這個排池盤 不要想說 我今天有參加世界級的比賽 我用的是某某某牌子的 很漂亮的盤子 我自己帶來 可不可以 不行 不行 我們一律都是排池盤 這是要發揮你的創意 好 這都是把它汆燙過我們的冷開水 來 我們這邊呢 用湯匙 把它全部拌均勻 你看這個顏色很漂亮 對 好綠 我們這樣拌 你待會看盤底呢 只有一點點的湯汁 你還是要有湯汁 你不可以說完全是乾的 是 對不對 好 那有些人會 加一點點辣椒絲下去 也可以 但是 一個重點就是 你只能加一點點 再來就是要把它 過水 把它汆燙 你說在家裡你也可以做這一道 我覺得滿可口的 對啊 因為我剛才在看那個 就是在炒我們的培根 以及我們的蒜末的時候 覺得好香 對啊 好 漂亮 你看這湯汁很多吧 對不對 好的 來 這樣就完成了 好了 培根四季豆上菜囉 學會了沒有 沒有學會沒關係 我們再重複練習一次 培根四季豆烹調步驟 一 首先將四季豆切成三至四公分斜段 汆燙至熟 撈起倒入礦泉水冷卻備用 二 將蒜頭切末 培根切小條備用 三 接著爆香培根 放入蒜末與調味料略為加熱後放涼 再倒入濾乾的四季豆中拌勻 醃五分鐘 四 將拌好的四季豆全盤 再把汆燙好的胡蘿蔔放置盤盐裝飾即可 寫出三種酒 製造三種酒 酒 製造三種酒 唇